大家好 我是曹卫东 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续舰瓦良格号航空母舰 1992年初 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学院的教授 在和我们国家哈尔滨传播工程学院 进行学者交流的时候 谈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不再给乌克兰的造船厂出钱 已经开工建造的一艘航空母舰 瓦良格号因此就造不下去了 中国不知能否派专家考察一下 如果有可能就把这艘航空母舰续舰下去 那么乌克兰方面所谈的这艘航空母舰 是一艘常规动力的航母 由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造 建造的地点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 建名为瓦良格 苏联解体以后建造工程就被迫下满了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以后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 他也是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名义理事长 他听完相关汇报以后 就同意立即组团去乌克兰访问考察 于是一个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出面 由军地双方人员组成的考察代表团就很快组成了 代表团在1992年的3月中旬就抵达了乌克兰 经过近20多天的详细考察 代表团认为瓦良格号采用的是质量好 厚度很厚的钢板建造的 已经装上舰的各种设备也都是新的 航母主机的螺栓都拧上了 只是没有拧紧 也没有最后对上轴系和定位 5机锅炉等动力设备都在里边了 轴系等也都安装完毕 那么中国考察代表团就认为 瓦良格号至少已经完工了50%以上 但是乌克兰造船厂的方面却说 已经完工了60%以上 中国考察团内部讨论的时候 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认为这艘半成品的船值得买 而且应该把船厂仓库里边 所有相关的设备技术图纸资料 一起给买回来 如果有可能应该把乌克兰建造航母的 骨干人员也请到中国来 代表团回国以后就提出了建议 应该通过推进政府间的谈判 把瓦良格号这个半成品买下来进行续建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购买瓦良格的事情就被搁置下来了 六年以后就是到了1998年 废旧的瓦良格号终于被我国的公司购买 又经过了几年的周折 2002年3月抵达了大连港 那么瓦良格号当时呢 完工的大约是63%到68% 他的这个建造工程呢 既然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啊 就是后来呢 被中国公司购买以后呢 他实际上啊 是遭到了乌方对其设备进行拆卸 和故意的破坏除船体相对完好以外 没有动力装置 没有雷达 通信设施 武器系统 这些都给拆掉了 经过海上拖拽来到了中国 在这样的基础上 由大连造船厂承担主要改装重建工作 为其加装了全新的舰船动力装置 加装了大型多功能相控的雷达 通信系统 进程舰空导弹 由小口径多管速射炮和火控雷达 构成的进程防御武器等完整的舰载武器系统 全面整修 加固了飞行的甲板 自主设计 并安装了舰载机起飞和降落 所必须的辅助装置 加装了编队作战指挥系统等等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